欢迎收看3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轩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政府清明节扫墓变名措施 3月28号到4月3号 开放民众于13乡镇市护镇事务所领取鲜花 4月4号5号于公墓与纳古塔 发放鲜花与矿泉水等扫墓永聚 欢迎民众踊跃领取 名称所长明亮真平好 我是花莲县政府为来传扬最是进竹美德 明年规划亲民返乡专策 鼓励民众返乡记住 并且在13乡镇市护镇事务所 以及公墓纳古塔等据点 发放鲜花以及矿泉水等用品 让县民扫墓更加的轻松便利 生活民众的好评 目前国内疫情已经趋缓 福台人贴心备有干洗手 以及防蚊液供民众使用 确保民众卫生健康 花莲县政府明镇住 持续的服务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就在3月28号到4月3号的期间 在花莲县的13个户所 我们所有的上班日 包含的周六日呢 都会服务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都可以到户政事务所 来领取这个花卉 提供给我们所有的乡亲 113年勤迷扫墓便民措施 从3月28号到4月3号 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4点 可以前往各乡镇市户政事务所 领取鲜花 4月4号4月5号 与公募纳固塔设置服务据点 发放鲜花以及矿泉水等 扫墓用品 数量有限 发文为止 各乡镇市领取据点公告 在花莲县政府全球资讯网上首页 幸福脸书粉丝专业 以及花莲县政府的LINE群组 欢迎民众浏览彩月 记得脚印还做到 2号 2号